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如何拆除新房 我们的社会中,房子上的铁窗围墙可以说是越竹越高,越坐越牢 而人与人之间的新墙呢,也一样的越竹越高 个人的新贼也越来越多 有什么办法能够把人与人之间一道又一道的新墙拆除 把个人内心中的新贼去除掉 让人人能够确实的坦诚相待呢 共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始 这个在福法里边呢,有几个烦恼的新的名词 就是烦恼新,有几个烦恼新呢 就是贪、称、吃、慢、疑 一共有五个根本烦恼 就是贪心、嗔恨新、愚痴新、骄傲新 还有怀疑新 所谓心强 所谓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所谓人与人之间不能坦诚啊 像带,都是这个五个新的烦恼的问题造成的 如果能够少一些贪忧 那就多一份慈悲心 能够少一份称心 那我们就多一份对人的关爱心 原谅心 如果少一份愚痴心 就多一份智慧心 多一份开明的心 如果少一份骄傲心 我们就多一份谦虚心 如果我们少一份怀疑心 就多一份信心 就是对人的信心 所以把这个五个烦恼的心转变一下 变成了一个修行的心 那我们的心房就不必要了 我们的心墙也就可以撤除了 我们心中说预防的贼也就不见了 为什么把人家当时贼看呢 就是保护自己 自私自利 就是一方面不愿意受损害 另外一方面不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人 所以就有五种烦恼心出现了 那我们现在的社会里边的人 说是窗子又大 又什么厂又起又高 窗子铁窗又起又牢 其实不是现在的人如此 过去的人也是这个样 这路不时宜的这个时代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很少发生 在于人与人之间 彼此互相能够以爱相待 大家以臣相见 这种时代不多 在乱世的时候 大家的心都是在预防着 其他的人来攻击你 其他的人来损害你 其他的人来整你 来打击你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怎么说 害人之心不能有 防人之心不能无 大家听过吗 既然防 那防什么 防窄 窄从哪里来 从外边来 那是谁是窄啊 很简单 很可能呢 你家里的人就是窄 兄弟姐妹可能也就是窄 窄的意思就是 会损害你的人 所以伤害你的人 让你受损失的人 你的各方面都可能受到损失 所以是我们要防防防防防 这样子挤到防线防下来 当然了就跟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又来又远 如果能够人与人之间都有母亲 都有共设 那不需要防了 这个很难啊 很难能够一个陌生人跟你有母亲 怎么可能呢 陌生人跟你有母亲 这是很奇怪的事吗 那我们就用什么方式呢 防人的心还是需要有 但是呢 不要把所有的人当成宅 除非强盗看 要把人的本质都当成是好人看 我常常说 人都是好的 没有坏人 不过呢 有时候好人会做坏事 我们要防好人可能做一些坏事 但是呢 把人呢 基本上要对他们呢 尊敬尊重 关怀 谅解 慈悲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心防啊 就不必有那么的严谨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至少你跟另外的人的距离啊 不是那么远 可能其他的人 还是把你撇得远远的 可是你的心中 不要想到他跟你是这么远 而是想到他这个人需要你关怀 因为他距离你那么远 他是怕你 怕你的原因就是 怕你害他 那应该谅解他 谅解他 怕你害他 因为他受的害太多了 是实在是真的同情的 因此呢 我们应该多给他一点关怀 多给他一点照顾 多给他一点慈悲 这样子的话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会缩短 至少我们自己的感受上啊 没有那么的恐惧 没有那么的害怕 就觉得四面楚歌 就觉得丰盛和力 就觉得草莫皆兵 这个事太可怜了 太可怕了 所以是呢 我们呢 要使得自己 生活在很平安 很安全 很稳定 很愉快的一个环境里头 至少要把自己的心中 那种 那个五个心的烦恼 五个烦恼的心 能够淡化 而转变一下之后呢 我们大概可以啊 跟人与人之间呢 多一些记错 也多一些朋友 这个很有用 而且非常的灵 不妨呢 诸位试试看 我们待人的时候 先把自己的心房啊 要有不能没有 但是呢 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 我们的态度 是啊 亲切的 是一种关怀心 不是把人家当成敌人看 有耐性的人 做事做人 不厌其烦 能够成就大事 也能够善待别人 但是有耐性的人 似乎没有缺乏耐性的人多 缺乏耐性的人 容易发脾气 骂人 打人 那么事情呢 也不容易做好 有什么办法 能够培养一个人的耐性呢 让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 这个跟一个人的生长的环境 我生长的背景 和家庭的环境 以及受教育的呀 过程 都有关系 但是不一定完全有关系 有的人呢 是 是后天的 由于呀 发生了什么 突出的情况 他的性格突然变成没有耐性 那么也有人呢 本来没有耐性 因为 所谓人到屋檐下 不能不低头 他的事实 一定要他有耐性 所以渐渐渐渐呢 也可能变成有耐性的人 因此 耐性这样的问题 不能够受啊 所以江山已改 秉心难移 好像啊 没有耐性的人 永远呢 就变成了是没有耐性的 我们 在 工作上面也好 对人的态度也好 所谓耐性呢 是 第一啊 自己 要觉得 那个工作 是应该做的 是很喜欢去做的 是啊 非助不可的 一定要完成他的 所以呢 必须要有耐性了 如果 第二个 认为呀 这一种工作 或者是这一个人 我们呢 要逃避他也逃避不了的 没有办法说 不期待他 或者是不照顾他 或者是不欢怪 不关怀他 你既然是逃避不了的 我们没有耐性 也不行 所以那只有啊 付出耐性来 慢慢的来处理他 一般人 一般人 除了没有耐性呢 就是 第一个是讨厌 这是厌倦 第二个呢 是啊 不喜欢 第三个呢 那是他的性格 那是他的性格 有的人的性格 他就是啊 就是 那么的初心 那么的大意 动不动啊 就会生气 动不动啊 就会发脾气 动不动就说 我不干了 最大了不起 我不干了 也许多人 这个是一个 任性的 那么凡是 像这种任性的人呢 那就是要拼硬气 凭他的福报 可是呢 一个人在一生之中啊 完全靠运气的 是不多的 一时间可以靠运气 但是呢 运气啊 会有转的时候 所以呢 最好有耐心 我自己呢 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我自己呢 也不是一个 很有福报的人 但是 我很有毅力 所谓耐心呢 其实跟毅力 有相当的关系 所以人气吞生 这算不算是耐心 那不一定 人气吞生 有的是没有道理的 那受欺负 受无弱 那直击无能 直接啊 愚痴 不知道怎么反应 那就是 人气吞生了 那算不算耐心 不一定是 可是呢 要自己 头脑很清楚 对于人 对于事 非常明白 而 付出耐心的时候 实行成功 不付出耐心的时候 打开时 半途而非 根本没有希望成功 这叫做就耐心 这个耐心实际上是跟 毅力啊 我刚才讲的是有相当的关系的 耐得去磨 这个磨 这个磨 这个是正磨 就是等于是 一个是环境给你正磨 一个工作的本身呢 就是磨人的 这个工作交给你 或者是你 接受了一份的任务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呢 从事一项 研究也好 开发也好 或者是呢 从事一项呢 你必须要完成的 一项任务工作 多需要付出 你的耐心来 事情呢 不如意的事情蛮多的 还有没有挫折的事情 是很少的 从古以来 一些法明家 都是从事败之中成功的 我自己个人呢 我是多舒适不聪明 多事头脑也不灵 我的两个手也不是那么巧 但是呢 我说人家用一个小时做完 我用四个小时来做完 我已经有了个心理准备 人家在一年两年 完成一个修为 我说我花一个四年五年 我来完成一个修为 只要我还有一颗气在 我一定要把我自己要完成的事情完成 所以我到现在为止 我很多很多的事 都是在许多许多的这么困难之中 慢慢的慢慢的完成的 我从来没有一样事 那么顺利 那么爽快 一下子就完成了 这个可以说 那就是耐心的 我相信 每一个人都可以磨出 都可以练出耐心来 所以说 佛度有缘人 那么这句话中 是不是也含有 佛不度无缘人的意思呢 在佛教的教育中认为 众生皆有佛性 佛教中的修行人 也应该要广度众生 才有成佛的可能 那么 佛度有缘人这句话 应该怎么解释才恰当呢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 来为我们开始 佛永远是啊 既主动也被动 而众生呢 是不是啊 也是主动 也是被动呢 是多半是被动 少数是主动 这个圆的意思呢 就是啊 因素的意思 并不是说 过去有缘 现在有缘 过去没有缘 现在就变成没有缘 通常的人认为 所以有缘呢 一定是 因为过去啊 我们曾经呢 见过面 或者发生过关系 是你给了我什么 我给了你什么 或者是呢 自己呢 因为呀 做了什么 对你好 所以你这次对我好 没有错 这个是因果的关系啊 可是呢 是因缘的关系啊 是互动的 并不是啊 单独的 要佛来度 你就被度了 佛度你 背定你被度 为什么 你不想度 你不想接受 那没有用 所以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啊 有一个王舍城 那也就是一个 一个国家的一个首都 像我们中华民国的台北市一样 那个王舍城里面呢 人人都知道 有一尊释迦牟尼佛 成到了 来广度众生 人人都知道 可是其中有一个老太太啊 他就住在城里边 已经很久了 从来没有听到说过 有一个释迦牟尼佛 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相信 他也没有一起收 所以呢 他不知道有一个释迦牟尼佛 我们 常常听到说啊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设 有这样的假猫 所以有缘的意思就是说 有的是主动的 有的是被动的 主动的呢 就是很想要 希望啊 见到佛 希望啊 得到佛法 有这种啊 主观的 主动的需求 所以他 寻寻觅觅 结果呢 找到了佛 或者是找到了佛法 有的是被动的 远在天边 但是呢 佛法就去到那天边去了 就帮助那一些人呢 告诉那一些人 说佛法是什么 那是被动 被动的人 也可以听得到 主动的人 也可以听得到 但是 因缘不可思议 有的人就是听不到 那是什么 是指挤的 一张很重 瞎了眼睛的人 也就是盲人呢 看不到太阳 太阳老是 亮着 晒着 照着 大地 可是盲人 没有办法看到太阳 那佛也是一样啊 佛是普度一期众生 愿一期众生得度 但是呢 有一些人的遗障 非常重啊 他见到了佛 也不相信 那是个佛 对他有什么用处 所以 佛也没有办法到 佛把他抱在手上 说 我想你成佛啊 你要知道要佛法啊 他会给佛两个拳头 可能 你怎么 给我啰嗦 给我干扰 给我麻烦 什么佛不佛 什么度不度啊 我过得很快乐 你来打扰我什么啊 很可能是这个样 这个叫做无缘的 无缘的 原因 不在于佛 佛是会制造种种因缘 让众生得度 但是众生呢 有许多的 一张 障碍 他们的 因缘 不能成熟 障碍里头有几种啊 有一张 有暴障 有烦恼 这个是三种障碍 主要是 一张 暴障 烦恼 一张 就是 我们这一生的 工作 已经呢 过去造的种种的 一 是我们障碍了 第二种呢 我们自己啊 受到的果报 听不到 耳朵听不到 眼睛看不到 嘴巴听不到 嘴巴说不出来 这个也是 果报的障碍 我们明明 听到有人说法 他是他的语言啊 我听不懂 怎么样子 他讲 我还是听不懂 这个就是我的暴障 因为他的语言 跟我的语言不一样 我没有人给我啊 来给他翻译 那我就听不懂了 另外就是烦恼障 就是烦恼很重 贪悦性 嗔恨性 愚痴性 非常重的人 怀疑性 嫉妒性 非常重的人 你叫他听佛法 他不容易听 没有 有机会 他也听不到 他也不想听 这种 这种障碍 凡是有这种 障碍的人 也是缘的 因缘是障碍 他听到佛法的人 那这种人 佛就 没有办法读他们 那就叫做 佛 无能度 无缘的人 佛是度 有缘的人 可是 我刚才讲了 佛也好 菩萨也好 以及我们呢 每一位 学了佛的 佛弟子也好 都会 主动的 弘扬佛法 普度众生的 永远呢 去制造 因缘 促成 因缘 成熟 所以 虽然 许多的众生呢 还没有得度 因缘 没有熟 可是呢 我们 不会放弃 主动的 努力 而使的 没有 成熟 的众生呢 使他们 因缘成熟 阿弥陀佛